这幅作品应该算是世界上高知名度的中国文化 成为中华第一神品 是的,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作品 张泽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 作品长528公分,高24.8公分 可说是一幅剧作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园 Hello,大家好,我是李孟贤 张泽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北宋变京城 及变河两岸的繁华风光和优美景象 整幅作品分为变京郊外窗光、变河场景及城内街市三部分 画面长而不拢,繁而不乱,严密紧凑 实际上的点滴展现出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洞察力与组织力 繁华热闹的变京街市,零次结育的有私商铺 原来的骆驼队,野车,牛车等 各个人物时事无声 我仿佛穿越千年来到北宋变京盛始之中 再仔细看看穿流不息的街市行人 你知道他们在进行什么活动吗 有叫卖的小贩,做生意的商家 骑马的管理,还有看街景的士绅 男女老幼,市农工商,样样俱全 成全画面内容丰富生动 《清明上河图》颠覆了我对古人的想法 没想到资讯,交通,各不发达的古代 既然可以繁荣得不善于台中市的商区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的导览到此结束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